今年一早,雪兰娥人家龙滑小的大草场上出现了大批小孩欢乐雀跃的身影。 他们穿起红彤彤的衣裳,有的甚至还穿上了小肌服装。 配合着活泼又轻快的旋律,以及四个简单的动作跳起了攻击舞,将新年气氛推向高潮。 这项千人攻击舞是由马来西亚佛光山联合仁家龙幸福村各社团公庙筹办的仁家龙幸福村年庆系列活动之一。 这个是一个全村的活动,然后我们把整个仁家龙的社团组织起来, 全村的社团也把它成为一个幸福村。 机舞非常的简单,只有四步,所以我们在一年前就构思了, 有什么一支舞蹈能够让全村的人跳,全部的同学来跳, 然后来山的人都来跳,所以希望大家跳出欢喜,跳出团结,跳出力量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一个大团拜,这么大型的活动。 像各界拜一个早年。 今天是我们的亮灯日子,我们也趁这个机会把学生饥饿起来,跳出攻击舞。 这个看似简单无比的攻击舞,不但能成功把整个村子的大人和小孩聚在一块, 也让孩子们感受到浓浓的新年气息。 我生气了新年,因为可以拿红包。 还可以跳攻击舞。 对。 今年是几年,可以跳攻击舞,而且之前的新年没有这样的隆重。 以前都没有搬过这种的东西,所以今年比较特别。 除了这个大型的攻击舞表演,任佳龙另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年庆系列活动, 就是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会即花艺展。 喜欢赏灯和赏花的民众,可以从今晚开始到2月12号到佛光山东禅寺走一趟。 NTV7实习记者曾思科、黄子航采访报道。